主婦你這樣喜歡為我刺香蕉 Yo大家好,歡迎回來到我的頻道,我是Andro許順 今天這影片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一樣的東西 這影片呢,一點都不嚴肅,也沒有教育性 它是有一點點,嗯...我覺得我應該是一年只會做一次的影片 那就是有一點傻姑娘的影片 今天是11月1號了 11月呢,就代表了是天蟹座的月份了 所以還有兩天後呢,就是我家那位天蟹寶寶的生日啦 Daniel Tan的生日了 其實呢,今年的生日呢,是我跟他一起慶祝第三次的生日了的 所以我們在一起其實是已經有三年多了 我什麼時候才忽然間發現到他的生日要到了呢 就是在兩天前30號的時候 我忽然間發現到,原來11月份就要到了 有一點panic咯,因為你都知道啦 天蟹座的人是有一點點記仇的 所以如果我忘記他的生日,我會給他捏一輩子的 平時的時候呢,在他的生日呢 我們都是去吃一些fight dining 他們就看電影,他們就逛街啊 所以這一次呢,我想要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那就是我們其實兩個人已經是在認同跟同意之下呢 我們明天呢,會去來一個三天兩夜的Lankawi Trip 所以呢,我會跟大家記錄一下我們這個trip裡面的一些互動啊 或者是慶祝的方式等等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浪漫的trip啦 當然,生日最不可以跑掉的就是生日的禮物啊 說句老實話,當女生要準備一個禮物給男生的時候 我發現到真的是很難準備的 我發現男生其實是蠻幸福的 送給女生要不然就是包包啊、鞋啊、化妝品、護膚品啊 女朋友就會很開心喔 可是要買給男生就是我只是著思又想想破頭腦 電子產品類的東西應該會比較適合他 那新的iPhone 13已經出爐了 所以我就想要買這個給他 可是問題來了 我太last minute準備這個禮物了 我多天才想到要買這個給他 然後我真的是問了很多人 我也找了我的助理去 就去掛這個賣iPhone 13的人出來完全也沒有 然後也跑了很多就是Maxi Center啊 然後去問了很多Machine啊 根本是不可能preorder到的 除非在online也要等四至五個星期 現在已經十月一號了 我哪裏有四五個星期 我只有四五個小時準備吧 所以呢我就沒有辦法 我找了我一個神通廣大的朋友 Michelle真的給他在一個小時內找到了 So 我的13 Pro Max終於有著落了 So我現在就要打電話給這個agent 然後要跟他聯繫一下 然後我要去拿我的手機啦 欸不是是拿他的手機了 Hello OK Bye 好我現在要過去拿我的手機了 所以那個人當然是在Pavilion Let's go and pick up our iPhone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賣iPhone的人的家了 所以我要跟他拿iPhone了 好可愛喔 因為我一跳今天我就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可是你早點過來我要開一下 最漂亮的開箱 OK OK 多了個iPhone 13 Pro Max啊 喔 一辣辣呢 喔 好想開箱喔 So如果你們大家想看他開箱的話 去看我怎樣surprise他吧 聽說來到免稅島岸康尾 一定要體驗一次開跑車的樂趣 你好 人家是講阿來朗高要駐跑車嗎 真的能跑喔 等下不如不見妳看 多了個一般 要生活有點體驗是嗎 我有點後悔這鞋子 我幫你搬到路方喔 哈哈 我幫你搬到路方喔 我幫你搬到路方喔 我幫你搬去吧 坐最後一次的簽收和正見底啊 開著跑車往酒店的路上奔去 四十五分鐘後 終於到達酒店了 結果車突然出現故障 不能管你喔 你發壞喔 哈囉 Good afternoon OK 雖然我們剛確認了 現在達到南高威 所以我們現在坐著那個 拉基卡去我們的秘拉 很興奮嗎 我很興奮嗎 因為這幾年 是在南高威裡面 最高的一間酒店 所以除了我們的跑車 我覺得我們還是會有好日子 對 我們的跑車是好日子 只是有點顛簸啦 把我的人生已經變形了 歡迎回家 哇 哇 哇 好啊 哇 哇 哇 很開心 你聞起來好嗎 好 好 出去海边吃午餐 食物不错 价钱偏贵 风景优美 好了 大家现在我已经打扮好 化妆好 头发也烫好好了 今天是2号11月呢 今天晚上萨博士要庆祝 Daniel的Buff Day的 所以他赶来一起考荡 目前为止他也不知道我任何的安排 也不知道我其实为他secret的 准备了一个fighter 所以 看着你惊喜 Let's go 是这个饭桌子吗 所以你吃个饭桌子吗 按住四个桶子 我还有一盒子 你的安排衣服 是 对 好 好 因为这就是饭店的饭店 出现了一些小破绽 那是因为Daniel穿到太高K了 所以Five Dining的位置他有Dress Code的 所以他就这样子被赶回去要换拖鞋换藏裤 每种不足啊 还是希望等下的dinner可以顺顺利利吧 所以他现在在换藏裤跟包鞋咯 终于你回来 我带了一张黄色的串 不然我只会一张 kiss 这张黄色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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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到这张黄色的红色 我不知道你能够接到这张黄色的红色 那当然 那是很漂亮 你看这 你很漂亮 你很开心 你很开心吗 你很开心吗 好,我现在选的是这次Saint Joliet,法国酒二名一试的 可以吗? 是Rabbina的味道 Rabbina?不要侮辱我的红酒可以吗? 没有,真的! 它完全像Rabbina的味道! 你试试看! 我们现在吃完了我们的饭饭了 所以11点半是不可以在餐厅继续待了 所以我们就move上来它的Lobby Lounge 继续在上面喝我们剩下的酒 酒呢,我个人觉得还好 没有是我心目中那么样好喝 食物呢,我也是觉得有点不值得 两个人吃了大概1200多 值得是因为有它的陪伴 不值得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 食材跟煮的方面没有到那么好吃 so by the way,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边喝酒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莲花池 白天我们上来看的时候呢 这个莲花池还没有开花的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 waa 喔!不是我們昨天坐的位置 昨天我們坐在try dining. 這是野果的水果? 瓦克麥克、橄欖和糖果? 橄欖,橄欖 對,橄欖,謝謝 早餐真的不錯 近一點Atherkort比8分好吃 現在是第二天,所以我要出去外面逛一下欖卡尾的市中心啦 Let's go! 哈喽 你知道我在录影吗? 哪哪? 为什么你这样喜欢为我吃香蕉? 你知道我当然吃香蕉,对吗? 一点都不懂得怎样爱我 拨你的头 现在我们要出去开车去游街一下Langawi City Center 所以我们就来拿我们的车 昨天的车呢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我们目前为止不知道我们的车到底那个车窗有没有搅上去的 所以再来看一下啦 我们在Bantai Journal刚吃完晚餐 现在应该需要一点多 很快要过掉你的绳子了 我比... 什么快就完了哦 它是生日月 所以我没有送你什么礼物 你会拿自己拿 我会啊,你可以先拿一个绳子板 你自己包钱就好了 把Ribble放这边 那Ribble要放了 还放 喂 喂 真的没有送你礼物,你不会伤心啊? OK 我真的没有准备了 你不要抱有任何一时的希望 一时的希望 一时的事都不可以为我真的 你有准备了 我真的真的,你是觉得是OK OK,OK 现在,Guys,今天有做记录啊 所以,往后移生你不会送我礼物我的 因为我就是最好的贡献 我相信 人们是为了爱 而是为了使用的 而不是在其他方的 我觉得 爱跟关爱不是在屋子上 不需要 对 想送就送啊 反正没有在生日的时候 你是送我其他东西 对 对 对 所以,我过来的生日正餐 吃辣椒 跟steam fish 吃完晚餐回家后 其实呢 我为Daniel 准备了一个圣子礼物 他不知道我有准备礼物给他了 这个礼物呢 就是千辛万苦找我的朋友 托了几帮派的人 然后从JB大老远的把他孕下来 所以 这个礼物我藏得非常辛苦 所以给大家看我藏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的master bedroom 房间room 然后呢 这个是电视机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藏在这个cabinet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有一个暗格 暗格打开 iphone就藏在这里面了 等一下呢 我就要来surprise一下他 让他亲自打开这个暗格 故意找借口 让他帮我找灯 对 后面灯在那里面 金毛包 嗯 打开看一下 等会 什么 打开看一下 这个还没灯来的 你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有灯灯在金毛包里面 I'm really really excited I hope it is what I think it is 喂 你包到这样美 我不舍得开 等一下看一下 你精心的包欸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员工包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包礼物的 我开了apple的logo了 I'm really happy I'm really happy I'm so happy receiving this and like branded goods I need to spend This is branded goods Please google it how much it costs I'm so happy what the fuck I love my life I love my life Thank you so much 有猜到这个里面吗 有猜到这个里面吗 没有 but I'm really really glad this is because I really really wanted a new iPhone 完全没有猜到我的送铁咧 你猜到我 你猜到我 我给你一 hug 第3 终于要回去了 窗口还是不能关 好 虽然我们就坐着 这个酒店为我们安排的 7 Series BMW 回去机场了 所以我们的小白呢 就留在了酒店 因为窗口到今天 还是不能关 那这三天两夜的那个 驻车experience 是大概cost了我们250块 deposit50块 所以应该那个deposit 是拿不回啊 因为本来照常来说 这辆车是要开回去机场 还给他们的 可是 他的窗口能开会啊 所以就算了吧 然后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概酒店 为我们准备的那个chauffer 很干净 很cozy nice 很多人常常问我 为什么会选择他 为什么会姐弟脸 姐姐你不怕他还没成熟 你就老了吗 说实话 一开始我真的很怕 我不是圣母玛利亚 我不想做他吗 我没有十年八载 再去找一个男人如何爱我 虽然他没有好车没有好房 虽然他没有经验丰富的履历 帮我解决生活上的所有困难 但是原来 真心爱你的人 真的不需要教 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叫我喝热水的男人 再也不需要整夜抱着枕头 痛哭着问着老天爷我到底哪里不够好 我再也不需要半夜开车满大街去找喝最久的他 到底现在睡死在哪里 他给我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更稳定性 他教我如何去爱自己 他让我做回了我自己 他成就现在的我 世界上哪有完美的恋人 只有相知相爱的恋人 我们总不能一边享受着他的年轻 又一边嫌弃着他的年轻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我 还不结婚吗 老实说 婚纱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但婚姻它不是 婚姻从来不是幸福的终点 它只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我们没有必要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过生活 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 只要你还爱我 我们也是一家人 生日快乐 春丽涛